A.R.O.S. 作曲 音樂 音樂的初衷就只是好玩而已 因為我很愛做音樂 所以我的最終目的應該就是 可以一直保持快樂的做音樂 其實對我來講最重要的事情 通常都是喜歡出國 喜歡去走走 然後做一些跟音樂沒有關係的事情 我覺得去體驗不一樣的事情 反而會讓我對於音樂更有感覺 不然其實好像一直沈浸在音樂 會反而把自己鎖在一個框框裡面 我覺得也是旅行 at least對我來講好像旅行 把自己跳脫環境 不管是去玩 還是去做一些你自己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我覺得都會讓你自己的那個倦貸比較少一點 我想要賺大錢 剛才想 我想要 其實我現在好像比較沒有 對於一個很準確的夢想 應該說成就想要達成 我現在只是發現覺得 在做音樂這一條路上 最難達成的 是保持那個對音樂的熱忱 或是對你自己 不管是你在做什麼 其實也不是只是音樂 就是你對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要保持那個 創作力 一直要保持一個那個熱情 我覺得那是最難的 所以其實 就是能夠保持熱情 本身就是我 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我覺得只要可以一直 對不管是音樂 還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有 passion 你就會一直有辦法做下去 我超級怕給建議 因為我每次 就是每次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 心裡都會知道 自己 最適合做什麼 我覺得 這是 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 學到 這一條路來 學到最多樣的事情 就是不管有多少人 給你建議 其實只有你自己 最了解自己 所以 我的建議比較是說 可以穩紮穩打 可以 slow down 不要急 如果是想要做音樂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只要 make sure 你自己在做音樂 是因為你愛音樂 不是因為想要紅 還是什麼之類的 你愛 你有 passion 然後你就穩穩的去 好好學好音樂 然後去 focus on 創作 我覺得 這就是我能夠 給最好的意見 因為其他 你只要 你只要夠愛音樂 我覺得其他很自然的東西 就會自然都 慢慢的聚集過來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Honestly who cares 就是 真的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No who cares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所以你自己開心 就好 That's all that matters 謝謝大家收看 Peace